人民監察世贸大联盟发起的大游行结束 秩序大致良好 并没有发生严重冲突 大会说有超过4000人参加 比警方的估计多800人左右 有市民觉得游行人士并没有对他们造成不变 许超荣贝 参与游行价4000多人 下午5点左右 陆续抵达政府总部的终点 随即举行集会 但到场的并不包括部分参与游行价南韩农民 他们自行在维园集会 民间監察世贸大联盟发言人邓燕娥说 这帮南韩农民只是为了等着 交辞才抵捕家请元人士才起步 不过他就说部分南韩驾示威者 不满13和18号警方安排驾示威区太窄 他们对于13号和18号的路线和示威区 就是比较失望 因为他们觉得那个示威区是比较窄 而且两旁也有一些铁栏 他们觉得进入了这个示威区 有个感觉好像被人困住 而在起步之前 南韩驾示威者 特地用广东话叫口号抗议 抗议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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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又以剃头的方式表达对世贸的不满 游行队伍游民间监察世贸大联盟带头 他们高举一块红色的大环颜 上面写着不同语言的抗议世贸标语 他们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 包括了韩国、印尼和日本等等 游行沿途都有市民围观 有市民就觉得这批游行人士很和平地示威 并没有对他们造成不便 对一般市民会有点不方便 但是时间不会太长 封都是刚刚封 所以没什么问题 不过在游行期间 在湾仔圆尼斯道 就有人冲向示威队伍 被警方拉开 雙方发生口角 之后游行就继续和平进行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 许超榮不投 星期日是不少商铺做生意的黄金日 在铜锣湾有百货公司就担心 反世贸游行会出现激烈的行为 一度要落闸 以防玻璃大门和厨窗遭到破坏 生意都受到影响 有商铺说 生意价平日少了三至四成 陈丽尼斯道 游行人士必经的崇光百货 在游行开始之前正门落了半闸 等人照山去的时候 厨窗大闸才重开 有商铺负责人说 游行令生意少了三至四成 这一间眼镜铺负责人说 游行期间会将门外的广告板收起 以拆安全 其实到两点至三点时期间 我们会因应情况将棋铺拿回来 因为支铁挺重的 我们都会防范被暴徒拿了 当攻击性武器 传出可能成为集击目标的 两间大型美芝快餐店 照常营业 人流和平日差不多 也有食肆怕客人误会 特地在集外贴上告示 说照做生意 而是湾仔运盛街的 爱护动物协会总部 也暂停向外开放 并且要将等待领养的动物 暂时搬走 那些小动物要等到世贸会议结束后 才可以回来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 陳丽宜报道